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surface discovery 这个服务发现在这个企业级一些应用 这个服务发现这个东西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但是本质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 如果没有服务发现这个东西的话 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事情做不了 尤其是像一些自动化运维或者说一些弹性伸缩 尤其是弹性伸缩 所以没有服务发现的话 基本上这个云计算或者云原生这套东西就基本上玩不了 所以这个是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云计算或云原生应该最重要的 可能是下面虚拟化那些东西了 或者是一个这种自动化部署的事 或者是一些弹性伸缩 但是其实那些属于是我们叫叫什么的 属于是基础的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真正管理性的控制性的这些东西 其实在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服务发现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就算你拥有了那些自动化部署 或者那些隔离虚拟化这些技术 其实你还是没有办法来运维或者说是来管理好你的整套这个机群 还有整套这个云计算 所以这个service discovery是所有的这些建机群技术 或者说是做云计算技术是永远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包括是我们这个网络架构 或者是我们这个分布式架构里面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这是一个基础知识里面的重中之重 好了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非常系统和非常结构化的分享一下 整个技术圈里面的所有这些服务发现的这些组件 包括它的一些设计模式 还有一些我们在工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今天有我们的这个龙运也是我们的这个MagEase这个技术合伙人 来给大家做这么一个分享 好的 那个龙运你可以开始吧 好好好 好的 谢谢 好 行 那我们今天就正式讲一下这个服务发现的东西 我大概分这几个部分来讲 就第一个是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服务发现 第二个就是我们我会把这个服务发现分一个类 就是按它的类别 第三个就是讲服务发现的一个pattern 一个design pattern 第四个呢 就是说我会讲一下市面上比较主流的一些选择 就是服务发现组件的一些选择 会讲一下他们核心的一些特性 供大家去那个以后做判断 第五个呢 就是说 那个要讲一下现在非常流行 如果正在兴起的service mesh 它是怎么来做服务发现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 我们本身我们公司产品有一个service mesh的产品叫ease mesh 我们之后还会demoease mesh 在服务发现上面的两个小demo 整个大概的内容是这样 首先我们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需要服务发现 很简单我们可能对比一下 如果没有服务发现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或者说这个价格会怎么样的 比如说如果没有服务发现 我们写代码的话 我们要去调另一个服务肯定 就是如果要找到它 那我们就只能写死它的ip 或者说写死它的某个地址写在这 如果有服务发现的话 我们其实是根据它的逻辑名去寻找它 比如说我们会去找张三 我们不会去直接去跟着它的身份证去找它 这个意思就是说方便我们更好地找到它 而且它身份号变了 它也能找到张三 就我大概说用技术的几个层面 来讲一下它们两个的区别 就一个是做复杂均衡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说如果那个service provider 比如说有几个instance 就有几个实例 那是怎么去选择 如果是没有服务发现的话 它可能是客户端自己去选 比如说可以用Roundrobin这些 如果有这个服务发现的话 它一个是客户端可以去自己选择 一个是那个discovery的本身 那个算法来帮你做选择 后面我们会具体讲到 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果比如说那个服务的提供者 它临时增删了 就比如说三个服务实例变成两个了 或者变成四个 那其实如果你挟死了IP的话 你得需要在客户端那重新配 它第四个IP 或者把它其中删掉的IP给删掉 那如果是有服务发现的话 这个过程其实对climate是那个透明的 它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这也是一个一大好处吧 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浩哥说的那个 其实我们现在云延伸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其实是可以扩缩容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是写死的IP的话 你要做扩缩容 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去做都非常麻烦 这个我相信是很好理解的 因为你那个IP是写死的 就是你要找某个地方你是写死掉了 然后如果是有了service cavalry 就一切都是它来自动化来帮我们做 这个我们后面也可以具体讲到 第四个其实就是跟scale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运维 不管是你对这个服务的上限下限 对它的扩缩容 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的一些操作 其实如果是写死的东西还是很难 也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有了service discovery的话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大大的自动化 就是让机器来帮我们来做 最后一点呢 是一个单点失败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没有discovery 比如说它荡掉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比如说三个服务 如果荡掉一个的话 OK那其实还有两个可以继续去请求 但是有了这个service discovery 它一般是有第三个组件来帮clamp和server端 来帮它做服务发现的 但如果这个第三方的discovery 如果全部荡掉的话 可能整个就会整个架构 或者是说服务的状态 都会因为这个那个服务提供者 而不是服务提供者 就是service discovery的第三方产品 它如果全部荡掉的话 整个就会影响 但是我们后面会看到各种产品 它会用分布式的方法 去尽可能避免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把整个服务发现的 定义为三个就是三大类吧 就是第一个就是domain为 就是说用域名的方式 这个其实大家天天都用到 比如说如果是大家是工程师 就是很经常遇到一个问题 说你在浏览器输3w.google.com 发生了什么让你描述一下这整个过程 当你收到谷歌的网页 其实一般来说可能第一步就是 你也可能要回答 就是说通过DNS去找Google的一个IP 就我们记住的是Google的域名 但是那个DNS会返回我们Google真实所在的IP 这其实是我们经常遇到的 还有一个现在因为Kubernetes的信息 云原生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内部也提供了 DNS寻找service的方法 他有个里面有一个组件 就是现在是1.3还是1.5之后 就是官方推荐的一个CoreDNS的那么一个东西 他也是动过DNS的 然后他的那个CAP的一个性质是AP系统 其实 因为他是不是实时的会显现的 这个之后我们会具体聊到 现在就不展开 他的一个好处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他是非侵入性的 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语言 然后你用什么架构 你用什么SDK 你都可以通过运营去找 这是他的一个好处 就是他不会侵入到你的代码 他的坏处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一个是不是实时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他无法细利度的去控制 就比如说你去问Google电抗 然后那个DNS返回你一个IP 其实Google有很多IP 其实你访问哪一个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通过DNS的话 你是无法知道他的其他IP的 就DNS返回你哪个IP 就是哪个IP 你是没有选择权的 这是我定义的第一个DOMAIN WAY 第二个就是说一个分布式KV存储的 一个大类 这个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方法吧 特别是在多语言的情况下 就是说他的代表 其实是那个ETCD Kubernetes就是用的ETCD来做的 它的后端的一个存储 还有一个就是老牌的Zoom Keeper 就是Java世界经常用到的一个 还有一个最近新兴的一个企业级的 之后我们会讲到一个产品叫Consume 是国外一个很著名的公司Hashcore的一个产品 然后他们的大概他们的CAP的一个类型是 是CAP就是强移植性的 不管是通过Paxos的变种 还是RAFT最新最新几年很流行的一个分布式协议来做的 就他们是CAP系统 当然这个Consume 它比较复杂 后面我会讲到 其实他是想 他想把CAP和AP结合起来 这就先不展开了 他们的好处就是 其实是 其实他们这些系统 其实都提供一些 比如说分布式锁 分布式存储 还有分布式协作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刚好 比如说整个程序需要的话 你可以其实就不需要 如果你需要一个分布式锁的话 你就不必要再去上一个RADIS这种东西 你可以直接附用ETCD 你整个系统可能就少一个组件 这可能是他相对其他的方法有的一个好处吧 他不好的地方就是 他相比于DNS 他是侵入性的 就是说你要去用ETCD 而去用Zookeeper 你必须得用SDK 就是提供 不管是官方提供的 还是社区维护的SDK去和他交互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是CP系统的 其实他相对来说 他的那个可用性没有那么好 就如果他弹掉整个集群的一半以上的节点 他整个集群就会 就是不可用的状态 就会陷入我们 我上一张PP说的一个单点的一个问题 那第三类其实就是一个专门为那个服务发现来做的产品 你比如说老牌的就是那个Netflix出的Uroca 然后还有中国的一个出了一个叫Nacos的一个产品 他们的CP其实是AP系统 就是说他们是觉得是可用性为高 这个之后我们会聊到 所以他的一好处就是一个高可用 就是说在这个服务发现领域 到底是可用性危险 还是说一致性危险 可能在我们的一个大概的认知里面 可能是可用性比较重要一些 相对于一致性 后面我们会聊到 所以我把它列为一个好处 还有一个就是他是有一个一致的模型的 就是不管你是Golan还是这个Java还是Python 你去连Uroca都是用同一个模型 这个你不需要改变的 这个不需要去适配 或者是说你要弄一套就是新的那个模型 他已经帮你定义好了 这是他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他的坏处其实跟上面一样 就是说他需要轻入性 就是你知道我连的是Uroca 你知道是Nacos 这个是他必须就是要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后面 解决他的分类 我们想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会把大概的服务发现来怎么做 来分为两个pattern 一个就是client pattern 就是客户端的模式 客户端模式 其实简而言之 其实就是服务那个client 他有意识得到 就是说我去选择哪一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order 要去调这个award的这三个服务 就他是有选择权 他意识得到自己在使用一个service registry 且他自己有权利 决定我去call哪一个instance 这个是一个比较 这个pattern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他其实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相对于等会我会讲到的service side pattern 他有个好处就是他不需要跳转 所以他没有中间层 所以他只要他得到这个地址 他就直接去call a word 就不需要中间跳转了 这是他性能相对来说要好一些的原因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可以做一个比较自然化的一个选择 比如说他做run robin 或者做一致性哈希 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比如说粘性的东西 类似像cookie的那些东西 他必须某一个IP要访问某一个服务 类似这种他可以做一个比较智能的选择 这个是这个是他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点 然后他的一个缺点呢 其实就是还是刚才说的 就是他意识得到自己是service registry 比如说这个service registry 比如说Uroca要换成Nuckles 比如说这个ETCD Zone Keeper要换成ETCD 那其实你这个其实是知道的 而且你的SDK agent 你一定要根据这个service registry的改变 去进行改变 大概我举的一个例子 可能就是Uroca就是Ribbon Ribbon是Java的一个库 他专门做负载均衡的一个库 这个就是客户端的一个pattern 那么有客户端就肯定有服务端的一个pattern 这个pattern其实我们经常用到 就是比如说大家平常搭建一个简单的ngins 比如说作为一个climate要去访问后端的服务 大家可能要配一个ngins 然后这个ngins可能你配三个IP地址 那前面这个服务就会去访问这个ngins 或者是awsload balancer都可以 就只要能做load balancer的 包括我们公司的产品 nizgres其实也可以做这样的角色 他来做一个负载均衡 来帮这个order来转发到这三个节点 就是说可以对比刚才的客户端模式 就是这个order他是无权去选择这个 他要去访问了三个的 是load balancer来帮他去抉择的 就是ngins或者是说traffic 或者是说F5甚至都可以来做这个抉择 那么这个我这画了一个service registry 其实是他有的比如说一些好的一些load balancer 他可以动态的去改变 他可能也要集成一个service registry 比如说这三个有一个down掉了 或者出现第四个了 那么他load balancer就会从这个service registry去拉 但是这只是他一个可选的一个东西 并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他的核心还是是load balancer来帮climate去做选择 所以他的一个好的好的一个点 其实就是这个service还是和这个整个service discovery是结偶的 这个是他的一个好处 他不知道有service registry 然后他的一个缺点就是说 相对于climate他是伤害性能的在一定程度上 因为他有一个load balancer来帮他转发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他很难去做细腻度控制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没有权利去选择其他的某一个instance 然后这个example就是call DNS 等一会我们会详细讲到call DNS 那么刚刚讲完了他的分类 按他们的DNS 然后这个分布式的存储还有专用的 还要讲到他们的pattern 我们就具体讲一讲 就是说有这么多东西 什么我们觉得什么才是一个好的discovery 就是我们总结了几个点 就是一个是你要存储 足够多的信息 包括的name IP pord 然后还有tags 这个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模式 其实都 大部分都可以做到 只要在一定的成 一定努力的程度下面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那个产品设立就好 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服务发现的领域 如果来做service registry的东西 就是说其实可用性是比较高的 就是说 你可能那个 IP可能你等30秒或者等一分钟 才真正到service registry 才被其他服务感知 这样的特性可能并不如 那个service registry一直活着提供服务更好 所以我们认为 他的可用性可能会更高一些 可能会更重要一些 然后 他会当然就因为可用性的选择 他大部分都是会选择成那个最终一致性 第三个点呢 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一个好的服务发现的话 他能帮我们来做服务治理 也是我们云延伸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在这个服务治理里面 当然他提供最基本的这个load balance 还有这个路由的功能 然后当然这个是基础 还有health checking 后面就是比较怎么说 控制比较复杂的一点的 一些版本控制 然后生命周期的管理 还要去监控他服务的一些 那个metrics这种东西 他的吞吐 延迟这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一个 服务的那个栏力部署 然后还有他的canary 基础部署 还有他的A-B测试 这些东西 这个其实我们认为 一个好的服务发现的系统 是应该支持这样的东西的 还有一个其实就是 resilience 比如说我们最好能支持 段路器啊 来保护服务提供者啊 然后还有容错啊 比如说要限流啊 什么这些 还有最近因为Netflix 比较流行的一个chaos engineer啊 其实也可以根据 服务发现提供的功能 我们来做一些 一些注入注入注入一些错误的东西 错误的一些服务 来检测我们整个系统的 那个墙 健壮性 这个我们认为就是说一个好的服务发现的系统 大概要具备这些特质 那有这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就具体讲下去 就是说我们到底 市面上或者是说现存的有哪些 来做服务发现的这个组件也好 系统也好 第一个呢其实就很简单 不用不用太多 过多介绍就是DNS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分布式系统 比如说我一个台电脑打开我们的官网 比如说3w.megaease.com 那么AWS也许就会经过非常复杂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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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验证或者是说查询 返回给我们网站的一个IP 那这个电脑就可以直接去打开那个IP了 直接去访问我们真实的这个网站所的IP 我们网站就会返回真实的网站内容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然后也是我们刚才说的DNS为的其中一种 然后这一种其实就是现在Kubernetes的Core DNS的东西 可能大家就是如果对Kubernetes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 就知道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Service 就比如说我一个POD叫Order 它要去访问Award 然后这个Award呢它是以这个Service的一个概念去向外暴露自己的 那么Order在它内部里面它要去访问Award 它就要根据Award的这个名字 逻辑名去访去找到这个Core DNS 去问Core DNS它的那个IP是什么 那Core DNS基本上就是访问Service的这个 其实是一个固定的IP了 只要你把这个Service创建成功了 它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IP 就Core DNS当然也可能改变了 Core DNS会返回这个Service的一个IP 然后这个IP呢其实它就做一个简单的转发 就把这个真实的请求直接转发到 可能有多个Award的POD 然后这个是随机选择的 当然也可能是Ron Robyn的 对于Award是不可知的 就它是不能 还是我刚才强调的一个东西 它是没有权利决定 它要去选择请求哪个Award 是Kubernetes这个Service去帮它选择的 这个其实是Kubernetes大概的一个做法 然后就来到我们第二大类就是专用的 就Eureka 就如果大家熟悉Spring或者Java也好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产品 虽然现在可能停止维护 就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Order如果要去请求这个Restora 也要请求这个Award 它会怎么做呢 它一般是通过一般它会拿一个ribbon这个lab 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lab 一般在Java的世界里面 Eureka和这个ribbon都是一起用的 就这个ribbon会去从这个 Eureka的server去拿到 它这个Restora和Award 在Eureka注册的地址在这两个里面 然后它拿到在这里面 它通过查询 然后Eureka会返回给它 返回给Order Restora和Award 它们的具体IP是多少 然后Order 这个时候和刚才那个区别就来了 就Order它自己有权利 或者是说ribbon这个东西 它自己有权利决定去访问哪一个IP 你比如说Restora 它就提供一个IP OK那可能它就只能访问这一个IP 它就只能访问这一个IP 但是如果比Order它有两个instance 那是Order它自己会去决定访问这两个的 哪一个IP 也许它是通过随机的load balance的去选择 或者是说通过roundrobing 轮循的去选择 这都是Order自己决定的 这个其实就是 又一步证明了 就是EUROCAD是一种客户端模式的 客户端服务发现模式 然后EUROCAD它本身支持一个高可用 就是它两个server是通过Ripica 简单的复制他们两个的信息 你比如说这个Restora在这注册 然后Order和Award在这注册 那么在一段时间内 他们两个会达成一个最终一致 就都会 他们两个都会存储这三个的信息 他们其实是个AP系统 然后 讲到一个console console是一个 比较真正比较企业化的一个服务发现的产品 就它提供了一个大量的选择和大量的一些特性 我就不具体 就是我就不详细讲它的一些特性了 我就讲它一些核心的一个架构 就是如果大家听完了觉得说 比如说console比EUROCAD好 或者因为console太复杂了我不选用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主要是想介绍它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其实就是 我们先看上面的一个Data Center 就是它其实是分数据中心的 所以它为什么是企业级的 就在它产品的设计的理念里面 它就Data Center是它的一等公民 在UROCAD里面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就是比如说它有 我们先看这个Data Center 1里面的东西 就是所有的console 都是叫一个agent的概念 它可以分两类角色去运行 一个一类角色就是climate 另一类角色就是server 那么我们先不管climate 我们就看它最核心的server server之间它是用RAFT协议 跟ETCD一样 就它们是强一致的 它们保有了里面 所有就是现在服务 所有的服务的IP 或者关于它们的信息 那么为什么它还要来一个climate 这么个角色呢 其实它是想在强移制性和效率和性能 之间取一个折衷 就是这个climate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Java 这个Java APP去向climate注册自己的IP和Port 那其实这个地方 真正就最权威的这个地方 他还不知道自己的 他还不知道这个Java agent 是climate这个console 去通过Gossip协议 去传到这个server这个集群的 所以它其实在这一层 它是是最终一致性 但是在这个server本身 它其实是一个强一致性 它本身是不会 不会不会是一最终一致性的 所以这个 比如说go run 我们看第二个例子go app 它去直接向server注册 那么这个server就已经记录的这个go app 那么Java APP 目前就还没有意识到go app 但是他们因为climate会通过Gossip 会告诉这个Java APP 就他们会他最终会知道go app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这是一个他把 AP的一个协议Gossip 和RAFT的协议结合起来 就在他的真正权威的集群是强一致的 在他但是在他整个的一个集群里面 他又是一个最终一致的 因为如果你的节点 太太多了的话 就会导致比如说这个server 如果他比如说是9个节点11个节点的话 他的性能会剧烈下降 因为他是强一致的这个协议 那么在Data Center Data Center之间呢 他们就是通过 基本上是通过Gossip 来达成一致的 因为大家知道互联网的延迟是非常长的 不像数据中心内部 你根本不可能用RAFT协议 就是强一致协议让他们达成一致 所以他们在Data Center之间 他们又是通过这个广域网的Gossip的一些协议去达成一致的 所以他整个Consume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一个架构 他试图用AP结合AP和CP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他的一个产品特性 可能稍微有点复杂 如果等会我讲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理解 我们再聊 这个可能稍微有点复杂 然后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ZoomCaper和ETCD呢 其实就是强一致性的 ZoomCaper呢 是造访了一个Paxos 自己创建了一种Paxos变种 把ZAP协议 然后ETCD是用2015年新来的一个斯坦福 两个学生做的一个RAFT协议 现在很流行 来做强一致的 那么我给这两个图 不给他们的价格图呢 其实很简单 我想强调的不是他们两个的价格 而是我想强调的是 他们两个其实是需要开发者去定义 服务的模型是什么 包括他们作为数量 因为ZoomCaper和ETCD 其实都是提供一个树状结构的一个KV存储 那么到底这个存储的结构是怎么样 然后比如说这个order下面是 它的名字是order-001 还是order下面直接就是001 还是这个整个这个里面 它有个全局的配置 服务有个全局的配置 还是说像这边ETCD里面 每一个服务下面 有自己单独的一个配置 这些都是开发者自己去决定的 所以它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一旦比如说这个上一个开发者觉得设计的这个不好 上一个开发者设计完了这个 下一个开发者来 或者下一个团队来接手 觉得这个设计的不太好 他们要去升级的话 会把整个结构或者里面的模型 去重新设计一遍 那么造成的升级 特别是多语言的升级 要去适配新的模型 这个就很麻烦 它就不像Uruca和Nacos 它或者是说Consume 它本身就已经产品 就已经给你把服务的模型定好 所以大家在如果要选择Zoom Camper 和这个ETCD的话 可能要要有这方面的考虑 那么现在我们说一个 现在比较时下比较流行的 这个service match来怎么来做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service match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产品 Eastute 它大概其实是利用这个envoy envoy和它的一个协议 XDS来做的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比如说现在就有两个服务 比如说这个有两个实例 这个有三个实例 他们都是通过这个编车的方式 运行在那个pod里面 然后这个编车通过这个 XDS这个协议 向Eastute的这个pilot 这个组件去注册自己 那么这个pilot会把 也是通过XDS协议 会把所有的服务同步到 每一个编车里面 重点是他们都是通过envoy 通过XDS协议 然后通过一个共享的一个pilot 这么一个中心去做的 这个其实就是Eastute 大概做服务发现的一个模式 那么这画了两个呢 其实是pilot的 而且这个Eastute 它自己的一个野心 就是其实它不想呕合云平台 它不想呕合Kubernetes 所以这个pilot它有个插件机制 比如说它底层 也许运行的是Methos 也许是运行Kubernetes 都可以 就是云平台 它不呕合Kubernetes 虽然现在基本上都运行在Kubernetes 因为Kubernetes 几乎统治了整个云原生领域 所以它这个目前Eastute 基本上都是用Kubernetes这个插件来做的 那么我们就讲到了 我们现在MegaEast 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 就是EastMatch 怎么做的 其实大概的一个模型 和刚才是一样的 和这个Eastute 我们也分控制面和数据面 首先数据面不用管 和刚才是一样的 就是控制面是 我们通过我们另一个产品 EastGrace 的一个 我们把它作为Sidecar 然后也是通过我们自己内部的协议 把这个OrderAPP 还有AwardAPP 注册到我们的那个Country Plan 也是EastGrace这个Master里面 就是也是用ETCD去存储的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Master 去管理我们所有这个Service的生命周期 你比如说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会通过Sidecar去往ETCD上传心跳 如果Master发现你的心跳 比如说已经10秒钟没有跳 或者20秒没有跳 我们就会把你设为下线 或者我们会把你暂时设为 这个别人访问不到你 因为我们 因为你心跳没有再上传 我会认为 你现在已经就是Crash了 或者怎么样 这个其实大概的价格和East2 是一样的 但里面具体的实现细节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介绍完这么多产品 就是OK就是大家可能听得比较晕 就是那我们到底就是如果我一个团队要做选择 来怎么做选择呢 我大概领了一个表 就是说这四项我就我就不念了吧 我就不念了 其实在讲解的过程中 大家我其实多多少少已经讲到了 就是我只讲后面这一篮 这一列 就是说 如果你为什么要选择Uroca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用的Spring 然后是加拉技术转的 其实如果你没有特别复杂的需求 或者说一般小团队刚开始的话 其实默认就用Uroca就好 但国内可能现在有一个升级版的吧 叫Nacos也可以是另一种选择 因为我们刚才我没有详细介绍Nacos 所以就没有列在这 就大概是一个选择的原因 第二个呢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选择Consume 就如果你是有一个多数据中心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你这个服务非常多 或者说你要做类似像一滴多活的东西的话 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 还有一个 因为Consume提供非常复杂的一些高级特性 如果你有非常复杂的一些需求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Console的官方文档来决定 那么Zoom Keeper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过时的一个选择 因为它是Java的一个技术站 一个东西 而且它的协议不像其他的 你看其他产品就是都是提供HTTP GRPC 就是比较通用的协议 Restful的 或者DNS的 但是Zoom Keeper呢 它是有自己的一套专用协议 你必须要有SDK才能做 或者甚至你自己要去写一套SDK 再加上它自己的性能也不是很好 但是呢 因为Zoom Keeper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选择吧 就是Java生态特别容易用到Zoom Keeper 你比如说卡夫卡 当然现在卡夫卡也准备要扔掉Zoom Keeper 自己是用RAFT协议去实现一套 但这个是 这个跟这个没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说Zoom Keeper它本身 它本身支持那个 你要去存储某些KV啊 或者你要去做一些分布之锁啊 分布之协调啊 它也是支持的 也是一个可选择的点 那么 这个ETCD 它的选择点就相对来说会多一些 比如说 这个它的高性能啊 因为它够够弹写的 然后它用RAFT协议 没有用Paxos协议 还有它也支持分布之锁啊 分布之存储啊 然后分布之协调啊 还有它本身 因为它单机用的那个Storage 本身支持一个 并发多版本的一个并发控制 所以你如果需要某一个KV存储 需要这个并发版本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 它有的一个优势吧 这个这也是 其实我们EaseGrace 为什么会选择ETCD 有很大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这些原因 OK 然后CoreDNS 就是当然你要选择它 首先你运行在Cuberness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的你的场景非常简单 你的场景很简单 呃 呃 就是没有特别复杂的需求 你也不需要做 那个细腻度的控制 那你其实用Cuberness 本身自带的一个服务发现 就OK了 呃 然后还有就是ServiceMatch ServiceMatch呢 它有很多好处 但是在服务发现这个领域 这个好处其实我们呃总结下来一点 呃它有一个比较精华的地方 就是说它把业务逻辑和控制逻辑分开了 服务发现呃或者是说断路器 或者说线流 其实这个跟你业务无关 跟你要去查找一个订单 跟你要去下达抓一个红包 呃这个其实跟你业务无关 是一个基础设施的部分 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你的业务代码里面 但是ServiceMatch其实就是想做这一点 它核心的一个功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支持多语言 呃你比如Eastio 它它其实是通过Sedcar 去和那个APP通过网络交扣的 呃呃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吧 这个如果要选择 但是它运维起来非常复杂 所以很目前其实很多企业 包括一些中大型企业 其实都是在观望的状态 或者说没有那么 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架构的一个趋势 因为它是解决了很多痛点的一个东西 OK 这个就是来到我们下一步 就是说呃我们EastMatch怎么 就是经过这么多思考之后 我们怎么来让这个服务发现这个东西变得更好一些 举两个两种呃场景 第一种场景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你的架构已经存在了服务发现 还有一种就是现在你的业务里面 你的架构里面并没有用服务发现的东西 那我们呃EastMatch怎么能帮这两种状态变得更好呢 一种就是如果你存在的服务发现的话 你想进入我们Eastgres的话 呃其实是呃呃呃你你呃不需要做任何改变 我们EastMatch可以帮帮帮助你现存的系统和我们EastMatch融合 等会我会做一个小的demo来演示 可能大家现在听到这儿呃有点晕 这什么叫融合 OK等会我们用比较生动的或者说一个demo的方式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一个现存 比如说我们等会演示的它一个系统是用console的一个系统 然后还有一个服务是用我们EastMatch的系统 这两个系统怎么互相打通 然后呃如果你没有用service discovery 然后我们EastMatch呢也是可以不用改 你用勾当写用java写都没有问题 你只要进入到我们EastMatch呢 我们会用我们专用的呃呃呃呃 又开发了coreDNS的一个插件来帮助你直接进入我们EastMatch 而不需要改一行代码呃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呃比较好的一个设计吧 我们觉得呃 都关于这一列呢为什么会会列在这儿 可能大家看我们EastMatch的一个gethub的一个介绍 就说啊怎么感觉是怎么都是java的不支持其他语言 其实我们后面第二个demo会演示就是golan比如说其他你用rust JavaScript写我们也其实也是支持的 只不过呢我们因为呃另一个开源项目easy agent 就因为java虚拟机JVM比较高级的一个技术来帮他让我们呃能获取 像市面上其他match产品呃无法达到的一个呃更好的一个呃observability 更更好的一个观察性的一个呃呃一个呃一个一个方式吧 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本身是有service discovery 而且你本身也在用Uroca Nacos和consume 其实你一到我们EastMatch是不需要呃做任何改变的 我们直接把你的API兼容掉 呃这个是呃如果当然是java哈这个是java呃 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并不是用的Uroca Nacos console啊 你用的是其他的呃的话你可能移到我们这儿 那其实就只需要支持一下简单的支持一下Uroca console Nacos也可以很快的移到EastMatch上面 那么呃如果你没有呃service discovery 其实跟上面一样就是你简单的支持一下呃 Uroca Nacos和consume的API就可以移到我们EastMatch 这个是我们EastMatch在设计的过程中就是呃努力的想让就是进入我们产品中呃就是更更更更轻轻便一些或者更更简单一些 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努力可能这个表看起来比较也许会晕啊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演示就是我们首先演示一下呃这个存在的一个discovery和这个EastMatch怎么来兼容 就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我这个呃demon的东西就是大家一看其实就明白了 就其实我是想做一个 我是想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呃类似像饿了吗或者说美团的一个系统 你比如说我是一个订单系统然后这是一个restaurant酒店的那个饭店的系统 然后这是一个外卖的系统或者是说一个快递的系统 然后这是一个抽红包的系统就这三个里面其实是一个老旧的系统是运行在console里面的 然后他们会把自己注册到console里面 他们三个orderorder会去调restaurant restaurant会去调deliver 这个是现在现在的状态是这样他们是运行是没有障碍的 但是比如说ok另一个团队他新开发了一个award 他们上到了easy match这里面就是上到我们easy match的产品里面 那你比如说这个团队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觉得easy match还不够成熟或者是说怎么着 呃我目前不想上到里面你能不能就是让我还是能调到你order我能调到你这个红包系统 红包我也呃这个奖品系统应该是奖品我要调你这个外卖系统 你能不能让我调到我先我现在先不移到呃easy match ok那其实这个我们做的努力呢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会创建一个呃同步器就在我们easy match的 然后他会去同步console里面的所有比如说这个order restaurant deliver 他其实就同步在这儿了同步到我们easy match的registry了 我打了加号这三个你看上一张图这个里面就只有award 然后order要去找他自己console他要找award他找不到 然后award他要去找deliver在这个easy match的registry他也找不到 那么其实就我们就做了一个同步器去专门同步这个东西 让console里面的这些呃地址同步到我们easy match里面 easy match的地址同步到console里面 那么只要他们的ip是互通的比如说都在cubernets里面运行或者怎么样 只要你保证他们的ip是互通的那么order在console就能找到award award如果要去调用deliver他也能在我们easy match里面找到 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 我大概用这个mini行的方式demo一下大概可能大家就有感觉了 这个首先我们看一下整个这四个服务都是在这个cubernets里面运行的 都是在这个port里面这个我运行在本地啊所以可能稍微有点慢 呃这两个console就不用管了这个我们等会会看到这个是等会我们会用界面的方式来看console 大家可以看到console就是这三个服务order deliver和restaurant还有console本身哈 呃还有包括就是他这是他自己的一些运行在这服务就已经这三个服务注册到console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是呃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award的没有award的那么呃呃呃我们现在试图去请求一下order 我们试图去请求一下order大家可以看到award是没有返回的可能这个地方有点晕哈就这个地方就他我刚才请求这个order 然后他返回了这个food等正常返回其实是这条线是通的但是award想去访问award order想去访问awardaward要返回deliver这条线其实还没有通因为他找不到现在所以这个award返回的是空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刚才就要回到第二张PPT的就是我们想打通这个事怎么办我们去创建一个signer啊 signer其实就这个大家可以不用管这个命令哈这个命令可能看起来比较晕你不用管这个命令具体在运行啥 但是我们想我们想要的就把整个我们的产品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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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展现出来 我们现在我现在去创建这个signerok他现在创建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你看刚才是没有award的他马上就跳出来了 其实延迟很短的这个里面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我们service我们的easy match的产品 就刚才哦刚才我忘记运行那个就是刚才其实就只有只有这一个award的这个产品就就就就就只有这一个就这一个一个一个实力 那现在他deliver order restaurant都跑到我们的easy match的产品里面了 所以我我刚才就想到就是一个是consoleconsole这几个服务就对应到这个console registry同步完成了 然后service match这也是同步完成了就是看这里面ok那比如说刚才我运行这个order没有对吧 那么现在我再去应许一遍 他就有了这个award他就返回的不是那就是order已经找到了award award也找到了deliver 那么这条线就是通的了 这个这个demo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我演示的一下整个这个过程 呃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demo呢我想先把这个呃就先我我想先把那个第二个部署啊 因为第二个部署的实力会影响一个demo所以第二个我是现部署了 我拜了拜了那个demongod来做这个我先把这个刚才的同步器给删掉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哈 单调你看这award的马上就没有了马上就没有了就是那么我们现在要运行第二个demo 当然我等会儿会讲第二个demo是什么啊但是现在我要去部署第二个demo了 因为这个本级运行covidance比较慢大家理解一下我直接现场去部署这四个东西 我会讲第二个demo的运行在运行什么东西 第二个demo其实就是刚才这个表里面讲的就是说你如果我们的服务没有discovery怎么办 没有discovery那就是我们这个第四第二个demo第二个demo就是还是这四个服务 还是这四个服务但是这个order,restaurant,deliver没有用consume 他就是勾浪写的一个服务我用勾浪写的 然后这个award是springcloud的一个服务是java的一个服务 那么这四个产品是怎么能联动起来呢 其实就是我们laverage的这个利用的这个coreDNS来做的 就是我们在coreDNS写了一个专用的plugin 我们把整个运行在ezymesh的服务里面其实都注册在coreDNS里面 所以这个coreDNS里面 但细节其实很复杂哈 这个我就不讲细节了细节 就是其实coreDNS并没有存 还是存在我们的 但是细节就不说了 主要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coreDNS 而order能通过DNS直接找到award的 他没有console,award也能直接找到deliver 那么order当然也可以找到restaurant 那么也是可以找到deliver的 这个demo其实就是这样很简单 而且不用演示像刚才一样 演示一个创建一个同步器 那么所以我们还加了一个balance吧 这个也是Hogg提的 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没有JavaAgent提供的一个更好的观测性的话 如果你本身这个程序支持Zapkin的话 我们还有更大的一个产品 此后可能会慢慢放出来 就是我们的megacloud 我们megacloud其实支持分布是监控的 分布是追踪的 所以我在写这三个人里面 可能加了Zapkin的支持 我们会把数据吐到这个megacloud 我们megacloud大概长成这样 等会等会这个 等会大家可能会看到 就比如说这是我们现在运行的程序 这是他们的互相的调用链 那么现在其实并没有 我第二个demo的那个实力 并没有我的order 并没有我的restaurant 并没有我的deliver 那么我就会等会我会发起请求 那么他们会把Zapkin的数据 可以捅到我们线上的一个分布式追踪的一个链路上面 OK 那可能现在就创建了 这个 我现在我现在会那个 会到那个match service 就是说是另一个命名空间了 我们查看一下创建的怎么样 OK现在已经创建好了 其实就是刚才我在PPT的四个服务创建好了 我就可以去向他请求了 向他请求 OK还是这个请求 我向他请求 比如现在他直接是 他直接是可以打通的 第一个请求可能会比较慢 这个是可以预料的 因为那个甚至会不成功 因为有可能JVM那个有问题 第二个请求他就他就他就会成功 或者第三个请求会成功 因为他启动比较慢 这个大家稍等一下 因为在本地运行这个Cumulus 还是 现在现在可能还在还在启动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其实我也是之前想演示的时候 其实也现在可以了 因为一个是本身match它启动要启动很多 然后拉很多这个镜像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Java JVM 因为其中有一个是Java写的 所以他虚拟机起的比较慢 所以所以刚才就起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现在order其实是可以了 那么现在order到restaurant deliver这条线其实也是可以了 这个award现在不可以了 其实还是因为这个pod目前启动的表慢 其实我在自己本地在运行的过程中 也是会经常遇到这么个过程 但是本身的这个demo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 那个分布式追踪了 我等一下 你看这现在就有这一条线了 就因为刚才本来是 是有两条线的 可能现在要稍等一下 现在order去请求restaurant到deliver 这三个 这一条线其实已经串通了 已经连通了 OK 那可能是要再稍等一下 但这个demo可能目前就 等会吧 还要再等会 这边可以了 原因不是因为cuberance本身的问题 是网络的问题 我跑到我虚拟机里面的curl 就没问题 很简单 是因为电脑太卡了 不好意思 因为里面运行着ecumenist 所以这个里面这四条线出来了 我们就今晚可能就这样 然后大家如果还有些什么样的 那个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 最左边这张微信群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slack群 我们更喜欢你用slack群 用微信也OK 但是你用slack我们会更开心 然后bilibili的话 我们会把我们这个视频会传到这个b站上 youtube上也有 但是我们也会传到b站 然后那个公众号 还有最下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开源 就是github.com 上面可以看到我们三个开源项目 一个是mesh easgres 还有我们的easagent 对 其实我今天这个demo 这三个产品都用到了 是的 这三个产品分别代表了三种无侵入式的技术 easgres代表是流量无侵入式 它是网关 然后easagent代表的是这个Java的这个可观自信的无侵入式技术 然后还像我们easmesh代表的是服务治理的 服务治理还有这个divops的这些无侵入式技术 所以我们我们会 无侵入式技术上我们会一直会走下去 大家如果有些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多给我们听 对对可以在easmesh上写easio也是 对对对 好好那个不多说了啊 谢谢大家